阿囉哈 大家好 我是哲平 好的 又回到我們週六大家的右手加歐之旅啦 今天沒有錯好不好 一樣要繼續累積我們的貓力啦 今天也是抽了三位觀眾朋友的隊伍 來挑戰我們的英國啦 沒有錯 就是我們的英國啦 其實哲平對於這關卡已經 忘記裡面到底是什麼了 不過相信各位觀眾朋友 還有各位貓戰的朋友們 一定都努力去研究這個關卡 然後讓我們的右手加歐不要死亡了 好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我們第一位吧 好的 我們第一位觀眾朋友 他的名字叫做 HOW SU好不好 他想要帶來的隊伍就是我們的右手加歐 還有坦克貓 加上我們的狂亂小籠包貓 還有我們的鳥貓啦 然後他的打法是錢包先升到三級 然後出加歐 再出五隻坦克貓 再出一隻鳥貓 然後一直瘋狂的出狂亂小籠包貓 好 那我們就來實戰看看吧 好的 到底HOW SU的 的戰法能不能打贏我們的英英國呢 那我們就進去看看吧 Let's go 加油之旅 好 他一開始說我們的錢包要先升到三級喔 所以我們要先升我們的錢包 OK 所以下一個是280 可是鱷魚快要過來了 到底可不可以呢 希望是沒有問題的 阿 應該是沒有問題喔 來 然後升到三了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要先出鱷歐 所以我們看來勢必一定要被他打到囉 所以大家如果之後要算一下錢的話 一定要算好好的 不然可能就要被鱷魚咬死啦 好 那我們要先出我們第一隻也鱷歐了 鱷歐快出來了 鱷歐出來拯救世界了 鱷歐來 然後鱷歐出完之後再來是出五隻坦克貓 一隻 一隻坦克貓 然後再來是出 第二隻坦克貓 第二隻坦克貓出來囉 再一次出 第三隻坦克貓 總共出五隻坦克貓這樣子 坦克貓 哇 死了一隻了 我們的第五隻坦克貓 然後再來出一隻鳥貓 然後後來就是一直出我們狂亂小籠包 到底能不能成功呢 應該是沒問題 因為有小籠貓貓一直出來穩住正腳幫 幼獸家鵝扛的話 這關鍵應該是可以過得了的 啊 大象出來了 聽說大家目前看到的就是大象是天敵喔 然後大家也叫我說一定要好好放砲 可是我們的砲現在是在這邊 所以我等一下空到 看能不能讓大家回來 大象回來 這樣 有點慘喔 居然是大象打在前面喔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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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可不可以呢 到底可不可以呢 幼獸家鵝好像 對大象 哇 啊 KB了 KB了 可不可以呢 加油 加油啊 啊 兩下 加油 不要死 所以這關大家有說 他的天敵大概就是大象了吧 喔 哇 所以 我們第一個挑戰失敗 因為大象出來了 英國果然有點難啊 哎呀呀 所以大家 如果之後的關卡可能還是要 要自己去 細心研究一下 裡面到底有什麼 因為有些觀眾說 哎 用這麼簡單的關卡來安架 是不是太簡單了 可是呢 這就是恐怖的地方了 因為你一定不能讓幼獸家鵝死亡啊 好 沒關係 我們豪爾SU也是有盡力了 那我們換我們第二個人 好的 我們第二位觀眾朋友是 冰火Colder 也就是冰火KOD 好 他的隊伍是想要帶 家鵝跟地藏 還有坦克貓跟牛貓喔 然後他的打法是 先出家鵝和坦克貓 戰線到了一半時出地藏 然後牛貓在家鵝被KP的時候出來 對 所以他這個意思應該是說 先出一隻家鵝 然後就一直出坦克貓 然後陣線 他們走到一半的時候出地藏 應該是這個意思 好 那我們就看一下 我們的冰火KOD的戰法 能不能成功呢 英國 Let's go 雖然我們第一位觀眾的戰法失敗了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相信我們後面的兩位觀眾 一定會幫大家 矜持直追著 我們的貓力 必須要累計啊 加油 所以我們一開始要先派出我們的家喔 所以我們要先存到600塊 然後600塊之後就開始派坦克貓 然後派到一半的時候 再看派那個 我們的 我們的 我們的地藏 然後他們這邊沒有說要升錢包 所以我就不升錢包了 OK 然後就派坦克貓 一直加 一直加 好不好 幫你們加坦克貓 並言你們死亡 這關好像真的有點難一點喔 因為大象一出來 感覺家鵝就很容易被 被殺死喔 這大家 可能要比較注意一點的 所以差不多 大概到我們那條線吧 砲的那條線 我幫你們開個砲喔 OK 好 然後放地藏出來 加油 然後再來就是等那個我們的 如果家鵝被KB的時候 就馬上派出我們牛貓 喔 要大象出來喔 看來大象很恐怖 大家加油 大象到底該用什麼東西可以守住他呢 我們繼續派我們的坦克貓 努力幫我們的家鵝跟地藏打 KB的時候馬上要派出我們的牛貓 我現在很緊張啊 我控的比你們還要緊張 你們知道 啊 KB了 叫牛貓 到底可不可以了 可不可以了 再叫一隻牛貓 又KB了 哇 看來好像 不太行啊 加油 不 得了 第二位也失敗了 看來這關 好像非常有難度呢 到底有什麼辦法能夠克服這隻大象呢 第三個觀眾到底行不行打贏呢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好的 我們最後一位觀眾朋友 他是123456 沒錯 他的名字就是123456 他的隊伍呢 是帶 右兽加歐 還有巧媽 還有坦克貓跟牛貓 然後他的打法是 剛開始的時候派右兽加歐跟巧媽 然後再升級錢包一次 然後再派出5隻牛貓 坦克貓錢購的話就一直放 好 讓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能不能成功的幫大家累積貓力呢 123456 加油的英國之旅 開始 哇 那看來這關真的是沒有那麼簡單喔 所以在場呢 各位觀眾朋友沒關係 如果這關這次也沒有辦法打贏 我們下一次會繼續打下去 那 大家 如果有更好的方法 就歡迎在以下留言 我還是會抽各位觀眾朋友的 所以大家 一定要好好思考喔 其實這就是這個 系列的美感所在 就是他其實 沒有那麼的簡單 沒有像大家想像中的那麼簡單 其實是需要一點技巧的 因為 這支帳號完完全全沒有升過級 只能透過每一次的打架升級 然後如果這一次打輸的話 哲平還是會讓大家升級的 所以 大家不用擔心好不好 就算 所以我們會慢慢的 把這支帳號越併越強 然後大家一起慢慢的上去 就沒問題啦 好 然後他接下來是要派5隻牛貓 一隻 一隻牛貓 然後兩隻牛貓 我幫你們開砲 兩隻牛貓 四隻牛貓 大象來了 感覺要慘了喔 我感覺 感覺這邊好像 沒有把大象打死就慘了 5隻牛貓 然後一隻出坎克 可不可以了 右手加油跟巧媽 行不行 不行 巧媽死了 哇 看來是沒有辦法了喔 因為這邊的話 他後面說要我一直出牆貓 看來是沒有辦法了 不 巧 得了 好的沒有關係 所以這次三位觀眾的戰法都挑戰失敗了 不過 那個我們的 HOWER SU 他的希望是 能夠升級鳥貓 然後能夠買忍者貓 不過這邊的話 哲平就折個鐘一下 如果你要升級貓貓的話 就不能買貓貓 可是如果你要買貓貓的話 就只能 就是只能買貓貓 不能升級貓貓 所以 這一次哲平就幫大家買了一隻 忍者貓 這個是HOWER SU的要求 好不好 那我們就來買這隻忍者貓吧 所以如果你們有哲平要買 想要哲平買什麼貓 都沒有問題 好不好 就在下面留言 好不好 你不要跟我講說 他買什麼超機器喔 那不可能 只能買YES的喔 然後再來是 冰火KOD 他想要升級 坦克貓 所以我們就來升級我們坦克的貓貓吧 好 兩等了 然後我們的 123456想要升級巧媽 那我們就升級巧媽 沒有問題 好 小媽也兩等了 好的 那因為剛剛三位都挑戰失敗 所以哲平這邊開放大放鬆 的特別 加成 也就是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說 你們想要哲平加成什麼東西 這邊有三個方案 第一個方案是哲平把這些 那個 貓咪能力的東西 就是這個城堡貓力炮研究力 還有快技能力 還有這些 那個貓咪的充電能力 射程攻擊力這些 全部都提升到10等 又或者是 把這些基礎貓貓 全部都升到10等 或是 來讓我們的 一隻超級吸油 升到10等 那 如果你 對於這三個方案 你哪一個方案有興趣的話呢 就歡迎在底下留言喔 那 如果以後 有三個人都通過不了 那個關卡的話 就會有這種加成方案 希望這些加成方案 可以幫助到你們 或是你有其他更好的加成方案 都可以在以下留言喔 好的沒有問題 所以呢 我們下一次 下一站 右兽加歐 一樣要挑戰我們的英國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打贏 記住喔 這關英國可是有大象的 到底有什麼辦法 可以讓右兽加歐 不會被大象給打死呢 那我們下一次 歡迎你的留言 那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或是喜歡這個系列的話 或是想要跟哲平分享 或是想要跟哲平 其他觀眾分享什麼東西的話 都歡迎在以下留言 然後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 或是喜歡哲平的頻道的話 歡迎訂閱哲平 或是按各部影片的喜歡 好不好 讓我知道 你們喜歡這個系列 那我們下一次的 右兽加歐旅行 再見啦 大家 掰掰 我們下一次